10月31号就要结婚的艺人Selina还有未婚夫阿丁 捐给阳光基金会拍卖的喜帖 今天以22万2000元由歌迷得标 不过呢Hibi跟Ella都没有现身活动现场 而至于阿丁她除了感谢歌迷 也对之前不合的传言首度回应 最新的情况联系给记者陈世宇 好的主播各位观众 由Selina和阿丁捐给阳光基金会拍卖的喜帖 今天得标者已经产生了 这是画面中这位叫Vivi的歌迷 她以22万2000元标下 阿丁在现场除了亲手送喜帖给阳光基金会拍卖的歌迷之外 也首度正面回应先前和HibiElla不合的传闻 留言其实没有什么好 随之起舞的 我的想法就是这样 然后我没有挑拨 然后我也没有理由挑拨 然后呢SH也不可能被这种事情而挑拨 你们可能太小看SH了 阿丁否认挑拨SH也强调他们的感情 不会受外界的影响 现在婚宴的宾客名单也都还在确认当中 Selina也预计会换两套礼服 至于会不会站着出席婚宴 阿仲叶表示会在婚礼前一个礼拜再做评估 一切都以Selina的身体状况作为考量 以上是现场最新连线情绪 现在把镜头交换给彭内主播 好的谢世宇看到 艺人Selina拍卖喜帖 20万2000元以歌迷得标 而现场阿丁也否认了波合的传言 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再次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